近日,有香港媒体拍到了英彩儿,陈小春夫妻二人带着母亲,和Jasper在逛母音专卖店。 值得注意的是,英彩儿疑似运度凸显。 不仅如此,几人在等备时,陈小春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准备抽烟,一旁的英彩儿,立马就拿出了纸巾捂出口鼻,陈小春便走到远处抽烟。 早在去年月,英彩儿就被拍到在着Jasper逛母音店。 当时,媒体和观众,便猜测她是否怀了二胎。 之前在她放出的自拍中,还有孕妇营养品的痕迹。 对此,大家都表示祝福,并希望英彩儿这次能生个女儿。 毕竟陈小春应该很宠女儿,而Jasper应该也会很宠妹妹。 英彩儿和陈小春的感情一直都还好,之前陈小春特别喜欢去夜店,不过英彩儿只要求她回家就行。 最近几年,陈小春收敛了很多,两人和孩子还是很幸福的。 邓伦陈伟婷两家开私。 今月,邓伦和陈伟婷两家,因为两人会在春晚合作一时开私。 一位陈伟婷的大粉在微博发文,表示,本来很有逼格的节目,被吐春大漏了。 这个节目是成龙,陈伟婷还有邓伦一起合作的,这位大分总不可能说的是成龙。 随后,不少陈伟婷的粉丝都认为,邓伦是被家塞进来的,并开始明朝暗讽。 要为邓伦不够资格和成龙,还有陈伟婷一起表演节目,只会拖后腿。 而邓伦粉丝则认为陈伟婷越来越糊,要比就比借两年的实际,毕竟邓伦这两年处于大火时期。 但真正从实际上看,邓伦似乎还是赤色一点。 阿叔其实也不太懂粉丝自逼的点,都是一起合作表演节目,没必要闹成这样,春晚也不可能因为粉丝自逼就把谁给除掉,粉丝还不如安安静静守着春晚。 薛之谦没有起诉。 近日凌晨,李宇童突然在微博发文,称没有官司,不必关注。 谢谢,去年李宇童第二次到薛之谦黑料时,薛之谦曾在微博发表常文回应,表示李宇童一直在造谣,他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东西,并称自己要起诉,要李宇童准备应诉。 李宇童的这句话,应该就是在说这件事,也就是说,薛之谦并没有起诉他。 对此,不少观众都觉得薛之谦只会撞枪做事,吓唬别人,实际上什么都没有。 但薛之谦的粉丝,则一直都相信他,并认为李宇童只是在不停的测薛之谦的热度,毕竟他自己吵了半天,一点是锤都没有。 不是把叔说,之前求锤得锤的时候,粉丝都忘了吗? 不管怎么样,薛之谦现在的路人员都是吵到极点了,要想改变现状,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 人嫌其太辛苦。 金玉,台媒报答称,纽承泽即将被起诉,因为检方已经调查完毕,确认受害者曾经遭在纽承泽的信件。 当初纽承泽刚被爆出信件时,他还唱,自己并没有做过这些事,与受害者是男女朋友关系。 不仅如此,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蠢的男人,一直被别人伤害。 不过,把叔认为,最惨的还是任贤奇。 纽承泽是在拍摄新电影时被执控性侵的,任贤奇已经为这部电影增费到了两百斤。 电影被破停拍后,任贤奇又瘦了下来。 然而,任贤奇最近表示,自己将会买下这部电影的版权,然后把它拍完。 这就意味着,他有可能还要增重到两百斤。 相信不用把叔说,大家也知道这种短时间内突然增重,然后减肥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,只能说人贤奇很敬意了。 责任还是在扭成责,也是大难一个了。 刘凯威不提杨幂。 近日,刘凯威母亲被拍到带着小糯米乘车到商场购物。 第二天,刘凯威又被拍到独自乘车离开公寓。 刘凯威搭完货物后,在列上车前被媒体认及杨幂离婚是否有第三者,她没有做任何回应,只是挥手是意,再见便开车返回公寓。 刘凯威回香港应该是陪小糯米过年,不过八叔也是醉了,这种问题直接问怎么可能得到回应呢? 两人都已经离婚了,也别再追着不放了。 王鹤蒂发展。 王鹤蒂自从火了之后,发展一直都还不错,她的性格也比较容易吸粉。 而且她之前的历史,几乎都给搭得差不多了,也没什么黑料。 她私下就是特别小学期的那种,喜欢闹腾,宜挺单纯的。 刘凯很喜欢她,有时候也会帮她拉拉资源。 至于她和沈月,就是纯属超ZP了,两人都不。 是对方的菜,英才。 まあ... 见面。 我这是唯有这样子 Understand fashion 的时候。 但是莫无法装存在,再上去完成。